地球是生命的摇篮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整个太阳系的生物都在地球上,科学家已经探明,八大行星上面没有生命。 这本应该是让每一个人都自豪的事情,地球是太阳系唯一的生命载体,更是唯一的拥有文明的星球。 然而,科学家们却有隐隐的担忧,地球的一切都太过于恰好,以至于让人不禁怀疑,是不是谁在背后操纵着这一切。 动物科学家最喜欢的工作就是观察动物们的各种活动,因为这是能够了解动物的最直观的途径。 可有没有想过,人类能够将动物关在一定的区域里面观察,是因为人类在进化中打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,最后我们发展出了科技。 从文明程度来说,动物的文明等级为零,它们只有生活,没有文明,而人类自己的文明等级甚至都没能突破第一级。 我们普遍都说,文明有七个等级,其中最初级的文明就是行星文明,放到人类身上指的是完全脱离自己的母星,然后在太阳系能实现自由使用任何一个行星的资源。 目前人类的科技并没有达到这个水平,我们无法离开地球生活,宇航员也只是暂时地前往太空探寻一番。 如果每达到一个等级得一分的话,科学家们认为,地球的宇宙文明等级分数大约在0.7左右,即人类可以使用地球上的资源,但做不到真正离开地球。 这样看来,我们只比动物高出了0.7分,正是这差距决定了谁在笼子外面,而谁在笼子里面。 可是话又说回来,如果是比人类文明还要高的另一个文明遇见人类,届时谁会在那个在笼子的呢? 想象一下将人类对动物干的事情放在人类自己身上,是不是想想都会感到窒息? 科学家们担忧的就是这个,一旦遇上更高级的文明,地球文明根本承受不起。 科学家总结出了太阳系存在的三处异常。 首先,孕育生命就是太阳系最大的异常,更不要说还诞生了人类这样复杂而又高级的生命体。 太阳系有八个行星,为什么偏偏是地球孕育了生命呢?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地球所住的位置刚刚好,它不像水星和金星离太阳那么近从而热得不行, 也不会像天王星和海王星那样离太阳太远热量都没有,也不像木星和土星虽然长得大,但是一颗气体行星,没有陆地。 然而这里面有一个霸,就是火星,从距离上看,火星与太阳的距离也比较适中。 并且科学家惊奇地发现,火星上面的地貌,比如峡谷,和地球很像。 峡谷可不是一般的地貌,这是河流经过长期流动古时的岩石才形成的特殊地貌,是水流过的象征。 比如地球上就有河流改道,却无法抹掉它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径。 火星出现这样的景象,说明它曾经也有水,可因为什么位置原因失去了水? 水被称作生命的源泉,这是因为人身体的70%都是水,而地球表面的大约70%也是被水覆盖。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巧合,为什么人体内的水所占的百分比,会和水占地球表面的百分比如此相似? 更巧合的是,人类发明的太空望远镜拍下的宇宙照片,与人类的大脑结构也很相似。 当人类思考的时候,大脑的细胞之间会开始传递电信号,这个时候的神经元就会在医疗器械的显示器上出现光亮。 最后展示出来的图像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,仿佛宇宙就是一个巨大的大脑。 地球上的水也是太阳系的一个异常,地球不是唯一有水的行星,却是唯一有液态水的行星。 关于地球上水的来历,有两种说法,一种说法就是,水是地球自己产生的。 宇宙中含量最多的原子就是氢原子,它可以通过核聚变产生比自己更大的原子,从氦原子开始一直到28号元素面,都是可以通过核聚变产生的, 越往后形成就越困难。 而氧元素在第8号比较靠前,因此很容易在宇宙中产生。 地球是在太阳系形成的时候一起诞生的。 太阳系诞生于一团星云之中,星云的主要成分是气体,夹杂着一些金属原子,比如铁。 在太阳系形成的初期,星云里面的氢原子和氧原子是可以结合成水分子的。 地球也是由星云里的物质聚合形成的,所以出现水并不是什么异常的事情。 这个假说不仅可以解释地球水的来历,还能够解释火星上曾经有水,因为地球可以自己形成水,那么火星也可以。 但是随后的发现却让这个说法站不住脚,那就是经过研究发现,早期的地球赤热无比,就是一颗小火球,经过几亿年才冷却了下来。 在发热的那几亿年里,水是如何在地球上保存的?这个时候的水早已变成了水蒸汽。 宇宙没有重力,所以水蒸汽会逃逸进入太空,并且也不会再回到地球,更不要说形成原始的地球海洋了。 这就引来了第二个假设,地球上的水是彗星带来的。 彗星是宇宙中的一种天体,它的主要成分不是岩石而是固态的水,以及甲烷、氨气等。 它的到来不仅能带来水,里面的其他物质还有碳、氮、氧等元素,这些也是形成有机物的关键。 这个说法如果成立,生命的诞生也会和这些天外来客有关系。 一颗彗星所携带的水量就相当于地球上的一个湖泊,如果是一群彗星撞击到地球,就会带来巨大的水量。 这些彗星到来的时间非常巧,正好是地球冷却过后,这已经不是地球上的第一个巧合了,很难不怀疑这里面有操纵的成分。 太阳系的第三个异常就是地球的大气。 地球也不是太阳系唯一拥有大气的行星,与我们相邻的金星也有大气层,它的大气是浓密的二氧化碳,因此金星上面出现了很严重的温室效应,温度比距离太阳最近的水星还热。 地球的大气层也很厚重,厚度超过了上千公里,质量约6000万一吨,占地球总质量的百万分之一,主要成分包括78%的氮气,21%的氧气,二氧化碳只占0.03%,以及一些稀有气体和尘埃。 然而,地球成立之初的大气不是这个成分,当时的地球上最多的是硫化氢气体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臭鸡蛋味道。 地球虽然还有很多氧元素,可它都被地球上的亚铁离子等物质还原,以各种酸盐的形式存在于地球的岩石中。 我们现在称呼地球是生命的摇篮,但早期的地球就是生命的地狱,恶臭无比,还伴随着强烈的地球变化。 更要命的是,早期的地球大气无力抵抗太阳的紫外线,这就导致水会被太阳的辐射分解成为氢气和氧气。 紫外线还具有改变有机物机构的作用,因此是地球早期生命的头号大敌。 地球大气中游离状态的氧气出现在大约26亿年前,可生命却诞生在大约38亿年前, 那么生命是怎样熬过最初恶劣的环境,直面太阳辐射的十几亿年的? 谁在向地球生命提供保护? 在宇宙文明等级中,达到了第五级,文明就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体系出来, 从行星开始创造,最后达到文明的最高等级7级,创造和毁灭整个宇宙。 如果地球的一切都是操控出来的结果,那么操控地球的文明等级至少为5, 按照一个等级1分,此文明的得分是5分及7以上。 人类文明仅有大约0.7,中间相差了4分多。 人与动物相差0.7就可以造成无法逾越的鸿沟, 那我们与外星文明的差距造成的后果会是什么呢? 所以,有科学家怀疑,当我们在动物园里的时候, 可能在上千、上万甚至上亿的光年外, 有一块巨大的屏幕,里面显示人类正在观看猴子。 而背后操纵着地球的外星人, 正对着屏幕发出诡异的笑容。